我是卓裕 我是個外送員 我一天坐在機車上十個小時 機車是我的辦工作 因為系統上面都會要求你打地址 說復興北好了 復興北可能一號 可是他偏偏就一號他不打上去 他就只打復興北 那整條復興北都你家了嗎 我拿到艙我就封到復興北路上面 隨便一個地方放著你就會拿到嗎 又或者是拿來荷萊的綠色建築物 拿來的綠色建築物 我就只看到灰色 為什麼要有綠色建築物 你電話我打回去是空號 那你留幹嘛 你手機是空號 你在上面連到的資訊是空號 那台語怎麼講 廣啊 你會很廣 就會開始暴躁 一起期間 就像過激的老鼠吧 人看人怕 連回家他家也會怕 可是實質上我們自己也會戴口罩啊 消毒啊 不戴口罩反而是那些拿餐的 休息後的照法 態度也都很好 知道我們也都很辛苦 大家都辛苦這樣 大平頭 不穿上衣 刺青 整身都有事這樣 謝謝謝謝謝謝 反而是那種 看起來是溫溫的 各種態度差 我怎麼回他 不能回他 會得到付 我做這堂 最喜歡的就是等待 嗯 漫無無地的等 等下一張單子的出現 因為有時候一做 可能就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第一次開通 我外送員的帳號的時候 我足足做了三個小時 一張單都沒有就回家 在我旁邊的人都有蛋 等待是緩慢 這個工作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我一天至少會接觸50人 他那時候應該是晚上 門很久才開 在當他開門那裡 間間他做人 我就是一個大哥禿頭 穿著白色吊嘎 看起來很餓 就好像不能出門 後來東西給了他之後 跟我說真的謝謝 就覺得 嗯 又餵飽一個人 心靈上了 心靈上開心 實質上就眼睛吧 每當我們交一張單子的時候 上面都會寫名字 譬如說 有什麼什麼 宣什麼什麼 婷或什麼 各種女生的名字 期待啊 還會整理服裝一龍 哈哈 我做這行最開心的事情 就賺到錢 我所跑到每一張單 都是為了一個夢想 就是開一間店 大家一起同樂的燦燒店 心情不好 有煩惱的人 都可以來我的店 來這邊吃飯會放鬆 可以認識朋友或什麼 各種餐飲都說 我營造出一個家的感覺 怎麼可能 不可能 這真的是 我這樣躺就躺 至少開心的氛圍 這事情要做到 我如果開一間燦烤店的話 我就會下去跟我的客人聊天 可以的話 我一定要喝個爛醉 不管成功或失敗 開下去就換倒了 也許外送也不是我想做的事 但這是前往夢想的一種方式 我是生活旅人 我在生活中旅行